今天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上海市火炬传递组委会今天在第二次工作会议上透露 上海的火炬传递路线将进行调整 着重突出上海的历史人文景观 展示今日上海的崭新面貌 据介绍 从5月4号至8月8号 火炬将在我国各省市 自治区及港澳地区接力传递 明月20号 21号两天 奥运火炬小路人将在上海传递 根据北京奥组委的要求 上海市奥运火炬传递的线路及方案将有所调整 新方案将苏党线路 着重突出上海的历史人文景观 根据这份新方案 5月20号 火炬将在上海重要的历史经典点 中共一大会制点燃并出发 途经静安 普陀 杨浦等区域 最终在普通冰江大道收获 21号 火炬将在特奥会主座场上海体育场火炬广场点燃 途经各区县 于郊定安庭镇与江苏省交接火炬结束 目前参加上海传递的416名火炬手和101名互炮手的选拔工作已尽管完成 上海市体育局 公安局 卫生局等相关单位 已就传递工作制定了精心的布置安排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